2019年青年盃空手道錦標賽 在台北體育館開打 參賽的選手 從小學生到成年人都有 總共有超過兩百位選手參加 其中東門國小的選手 就佔了將近五十位 陣容浩大 在東門國小 那人數將近快要破百 因為小朋友興趣嘛 他覺得很好玩 他們就會互相推薦 所以我們人數越來越多 像這一場比賽 我們就將近有四五十個 學生來參賽 對這些小選手來說 在比賽的過程中持續進步 得到成就感 是他們繼續參加 這項運動的動力 就覺得比賽很 就是每次比賽 然後都明示都會進步 所以就很有成就感 而且還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不過比賽總是有輸有贏 如何做好心理調適 教練的循循善用十分重要 對 因為他們比賽 會很害怕輸贏 那我會引導他們 輸了沒有關係 重要的是你那個過程 有沒有認真去執行 因為我自己也當過選手 我知道輸了 我心情會很不好 但是我要怎麼去調整 那一段我會希望小朋友 他可以去經歷 就是那是他們值得去學習的地方 透過比賽經驗豐富的教練 在一旁提點 小選手在比賽過程中 學習面對壓力與承受失敗 無論接下來他們會不會 繼續走空手道這條路 這樣的經驗 想必會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 重要的養分 未來區新聞 蕭新昌 李宥謙採訪報導